这个我们就给大家看 先看比较刺激的就是他的单体 这个单体呢 这个盖子 这个单体 很多人都问我说喇叭 这个买了之后 会不会比如说你放了很久之后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什么的 我跟你讲 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来说 如果你是比如说 五六十年 五六零年代六七零年代的时候很难讲 因为像那个时候的Tannoy 或者是后来的Wilson Audio 他们有一些那个单体的旁边边的这个泡棉会碎掉 但是呢 以现在的喇叭来说 基本上这个单体呢 是不太有这个机会去碎掉啦 所以通常会发生的意外就是 发霉 那发霉的话呢 你会看到这白色的嘛 对不对 这还算是正常的 我前阵子呢 算是去年吧 有一位Brother的SCM7 的这个悬边变成什么颜色 变成黄色的 也是发霉的一种 所以呢 两个情况 应该在台湾啊 算三个情况 你要小心的喇叭 第一个 你的空间太干 那通常来说啦 在台湾你家里要太干 我会很好奇你住什么地方 你家会太干 通常会太干 会都是像比如说你一直在办公室里面 冷气开整天 他可能会太干 那太干的话 这种前面容易硬化 容易脆化 第二个就是太潮湿 那太潮湿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家就是太潮湿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什么颜色都有 白的 黄的 绿的都有可能 那你不要说什么 那这不是无机子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他 这么容易就可以驱除他 他就比较没菌了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 那第三个呢 就是温泉区 如果你住在温泉区的话 尤其是有硫磺的温泉区 那不只是他会坏掉 就连后面的端子都会氧化 那遇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是我们就要拿的小道具 拿了这个 神奇的酒精 以前要叫你买酒精很难 但现在每个人家里都有酒精 所以很容易 然后 再拿一个卫生纸 好 拿卫生纸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喷上去嘛 千万不要 任何东西都不要把酒精 撒在上面 除了你的手之外 酒精呢 一定是喷在这里 这也是我们沙龙的SOP 不可以把酒精喷在桌上 因为像我们这种木头啊 他都是 或者是这个 插的都会变白白的 那这样子 稍微挥发之后 只要插一下 神奇了 就可以插干净了 所以不用在那边用什么 湿布啊 干嘛的 不必 就是这样子 把他 没喷到 像这样子 那酒精呢 还可以顺便 杀菌一下 这样子 把他 擦干净 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会说 悬边不能用酒精擦 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会觉得 他都已经发霉了 不然你还想怎样 他都已经发霉了 那擦完之后呢 他会有一点屑屑 这个 而且这里没擦到 你看这里还有痕迹 有没有 他干掉 挥发之后 还有一点痕迹 那些没擦干净 就把他擦干净 其实他在上面是不影响声音 可是会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 这个东西呢 我还是建议把他擦干净会比较好 而且 在保养这个悬边的时候 其实会用到一个东西叫 细油 就是 在喷那个 汽车仪表版的那玩意 那个是3M 的 那在那个什么就可以买到 大小北就可以买到 他是一罐红盖子喷的 那也一样 拿卫生纸 喷在卫生纸上 那把这个悬边 把他擦一擦 保养一下就可以了 那不要喷太多 因为这个东西会吃油 你要是直接弄太多的话 这个地方颜色会特别深 看了会不开心 所以 喇叭保养很简单 那剩下的呢 什么灰尘 就 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像是鹦鹉螺的话呢 我会建议啦 不要理他 因为呢 鹦鹉螺啦 或者是刚刚那个F15 那种钢筋烤漆 其实每一次插他 都是一个伤害他的过程 所以你干脆就不要理他 那如果你太太你想帮你擦干净他 或是你妈妈你想帮你擦干净他 跟他说 不要理他 那如果他真的很坚持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在家庭跟喇叭之间做一个选择 如果你老婆不擦 你就不能玩音响 那就让他擦 大不了就是 之后再换一对 如果你是之后再换一个老婆 那我觉得 无话可说 那不管怎么说 像这个 这种木皮 或者是像Vintage 那种木头 都无所谓 那个Vintage 那种木头 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呢 如果是钢筋烤漆就是尽量不要擦他